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已超过一年 影响的不只是身体健康而已 近期一项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也间接造成人类心理健康恶化 英国心理健康机关MIDE 就由疫情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做研究 这项专案名为Trying to Connect 与去年4月至6月 针对超过16000名成人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于去年3月 英国首次全国封城期间 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取得心理健康支援 他们对于透过电话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感到不自在 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往往难以说出自己的想法 因此心理支援对他们极为重要 他们可以从家人、朋友、咨询专线、资商服务 以及治疗专家获得帮助 不幸的是防疫期间取得资商和心理支援服务的管道十分有限 英国国民保健署必须改变提供支援的方式 以及将支援从面对面咨询转化为线上 或是透过电话进行 Mind官网发布的报告指出 部分民众认为借由这项支援 他们才得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然而其他人则是认为 在网路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很复杂 因为有层层关卡要克服 像是技术障碍、害怕被伴侣或家人听见 在家的隐私程度也较低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也进行了一项追踪调查 共有1913位年满13岁的民众参与研究 其中有80%的民众接受过保健署所提供的心理健康线上支援 然而35%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认为难以使用线上支援 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 接受线上支援后 他们的心理健康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其中一名受访者透露 他非常讨厌在网上进行诊疗 而他表示什么都不做还比较好 线上支援烂透了 一点用也没有 即便如此 Mind发现仍有40%的人 坦言自己有好转的迹象 而30%的受访者认为 透过电话支援 可以更快速地取得协助 不用花大把时间等待面对面诊疗 英国心理健康中心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预计有高达1000万人 需要接受心理健康援助 所以对于需要帮助的民众而言 能够以妥善的方式 及时获得支援服务 变得至关重要 澳洲一对夫妻 因为让他们的两只狗狗 只吃纯素食而导致营养不良 遭罚9000元澳币 约合新台币20万元 这对夫妻分别是 James McKinsey和Megan Price 两个人住在昆士兰的牛湾 两个人被禁止 三年不得再养宠物 因为这两只狗狗的体重 都变得过轻 夫妻俩分别被指控两项罪名 第一项是为善待动物 另外一项则是为遵照动物福利规范 根据ABC的报道 澳洲皇家防止 虐待动物协会RSPCA Australia 截获报告指称 夫妻俩虐待动物 RSPCA发现 夫妻俩强迫两只小狗的饮食 只吃鹰嘴豆 藜麦米饭和全穀物 在几次拜访四主家中 调查报告之后 这两种混种的澳洲猎猪犬 入汗乌拉 在去年5月被带离照顾 狗狗被带走之后 由兽医Paul Matthews 听他们检查 医生评估两只狗十分瘦弱 并严重地缺钙 Matthews医生表示 这三个月的不当饮食 造成两只狗严重的营养失调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RSPCA的检查员 要带走两只狗时 James还宣称 他们非常地爱动物 他们说 你们吃被杀害的动物 你们永远不可能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素食者 而且爱护动物 乌被带离时体重过轻 甚至无法独自站立 而同时因为 四主用自制的石膏来包扎 不断地摩擦乌腹部的皮肤 让它持续受伤 之前夫妻两向 RSPCA检查员坦承 因为乌的脚受伤 所以他们用自制的石膏来治疗它 他们从网络上学到 自制石膏的方法 因为他们没有钱 带乌去看医生 他们甚至喂食两只狗 米饭和豆类来解食 因为狗粮吃完了 而两人也没有钱再去买 梅根告诉检查员 她都是自制狗食 但却拒绝告诉检查员 到底是用什么配方来制成的 在被RSPCA带走之后 乌和乌拉接受了好几天的治疗 幸好乌拉逐渐复原 并且存活下来 在被凯安斯市 另外一个家庭收养之后 改名为Scrappy Do 过得更快乐了 不过乌的状况 即使在治疗之后 却没有获得任何改善 最后乌不得不遵照 三位兽医的建议接受安乐死 因为兽医认为 乌若活着将终身痛苦 影响生活品质 而这一对爱与动物的夫妻 最后被罚款超过 澳币8600元 约合新台币18万元 另外还要支付兽医的费用 而半数罚金将交由RSPCA 你会因为伴侣不会算数 而取消婚礼吗 听起来或许很肤浅离奇 不过印度有名新娘 真的在婚礼现场喊咖 新娘无法背诵女方准备的 二倍数九九成发表 于是她果断取消婚礼 这对未透露身份的主亲人 原本在本月一日 要在印度北方邦完成终身大事 可是新娘却怀疑 未来丈夫的教育背景 便在婚礼当下出题 要来好好测验一下 而准丈夫却未能回答正确答案 新娘当下就中断了婚礼程序 并表示不愿意嫁给 连简单算数都不会的人 新娘的表亲告诉印度论坛报 得知新郎未受教育一事 让他们感到十分震惊 据印度论坛报报道 准新人并非两亲相悦 而是受安排结婚的 新娘的表亲表示 南方的家人刻意想要 隐瞒新郎的教育程度 或许她根本未曾受过教育 表亲也提到说 南方的家人想要耍诈 但新娘不畏惧社会竞技 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双方家庭决定 推还礼品和珠宝后 警方就为做进步调查了 哦 杰克 这真的是铁达尼号乘客 所写的信吗 一个多项专业研究团队 正常是要解开一封信件的谜团 因为这封被冲刷到 加拿大岸边的信 被认为是由1912年 铁达尼号上面 一位年轻乘客所写 这封信是在2017年6月 被一家人所发现 当时信件被冲刷到 芬迪湾的好望角石林 这一家人随后将他交给 魁北科大学 任务斯基分校研究 信件上的日期 是1912年4月13日 铁达尼号沉默的前一天 上面署名的是一位 13岁的女孩 Mathieu Lefebvre 信件以法文书写 根据UQAR新闻稿引用如下 我现在将这个瓶子 丢进大西洋海中 我们在几天内会抵达纽约 如果有人找到它 请告诉列万的 Lefebvre家族 根据UQAR指出 瓶子被发现时 人是蜜蜂的 UQAR的历史学教授 Maxime Goyer表示 这个瓶子可能是 第一个在美国海岸 发现的铁达尼手写文物 发现这个瓶中性的过程 以及它引发的热情 都是有趣的研究主题 发现着与团队成员见面 以记录发现的地点和状态 而团队也与居住在 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的 Lefebvre家族成员碰面 UQAR研究团队表示 Mathieu是铁达尼号 三等舱的乘客 当时她与母亲Marie Dommon 已经三个手足一起旅行 他们是要和父亲 Franc Lefebvre碰面 因为她在1910年 便带着另外四个孩子 离开法国 试着在美国发展 专家检查了瓶子 软木塞 纸张和墨水 同时研究可能导致瓶子 遭搁浅以及掩埋的 洋流和腐蚀过程 他们得出结论发现 瓶子和瓶中的信件 和所写的日期不相符 考古学家Manon Savard教授表示 我们能够确认本质上 瓶子及内容物 和信件上写的日期不相符 UQIR海洋科学研究所教授 Daniel Bergo 以及研究团队的 研究结果也指出 尽管可能性十分低 但洋流模拟其人 模拟了平中性 是如何从铁达年号 于1912年4月13号 所在位置漂流到分底湾 不过还有其他未解之谜 因为信件的书写风格 并不是20世纪初 法国学校会教Mateau 这个年纪的孩子 所写的方式 档案研究人员 已经取得Mateau的父母的 书写样本 但是并没有文件 和Mateau的确切连结 国业教授表示 如果有人刚好 有Mateau的手稿 像是学校笔记等 请联络研究团队 这项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 研究团队计划 找来其他专家 更深入解答信件的谜团 菲律宾有名男婴 被赐予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除了非常特别之外 还极难发音 周定和Larry Long夫妻两 于4月27号 在菲律宾哥达巴托省 生下了一名男婴 而宝宝的全名叫做 其中一位家人在脸书上提到 这还只是概略的发音而已哦 幸好这位小男婴 还有一个小名叫做Consulant 与当地媒体GMA新闻台的访谈中 奶奶Ragu Ferreling Estera 详细说明了孙子命名的缘由 她表示 Glinio是由父母姓名的字首 以及爷爷姓名的 最后三个字所组成 至于Hiler 则是源自于 父亲名字Larry Long的子音组合 接着Isahel则是以母亲姓名的字母 以及爷爷和爸爸姓名部分的字母为灵感 结束了孙子一两串 复杂的命名故事之后 奶奶表示 取名时必须蕴含对家庭的意义 她提到说 小朋友的名字可不能随便乱取 而另外一方面 临床心理学家Joseph Marquez 告诉当地媒体reporter说 父母双方得让孩子 对自己的姓名产生认同 不然之后求学时 可能会受到同学霸凌 而变得没自信 老师和朋友们也许会帮他取绰号 此外 心理学家也不建议使用小名来称呼 因为这样的举动 可能会导致小朋友失去身份认同 专家建议 家长从现在开始 要习惯用本名来称呼小朋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针对入侵iPhone的恶意城市 混乱Chaos进行了分析 并找到证据显示 中国政府疑似透过 民间骇客竞赛来寻找新的骇客 并执行战略性入侵的计划 杂志文章指出 其骇客活动作为执行 新疆穆斯林种族灭绝策略的一部分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 刊登一项分析结果指出 曾于2018年发生在iPhone上的骇客活动 可能是中国透过民间骇客竞赛制造的漏洞 利用城市用于监控少数民族维吾尔族 美国指控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 杂志文章引述中国最大资安业者 骑虎360的CEO 曾在2017年所公开的声明 声明中提到认为人才和技术 都应该保留在国内 因此中国骇客不应参加国际骇客竞赛 中国政府认同这样的观点 也禁止国内骇客参加相关竞赛 不过在隔年2018年 中国在国内举办首届天府碑 并以法律强迫人民协助间谍机构 杂志文章提到 美国当局及科技公司随后发现 天府碑赢得奖项的城市 及入侵iPhone监控维吾尔族的 混乱chaos相似 在过去七年以来 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族 及其他少数民族执行侵犯人权的行为 其包括新疆再教育营 强制绝育政策 有组织的强奸 性侵 及酷刑 强迫劳动 及监视行为 美国极多国称这些行为为种族灭绝 人生有起必有落 这不是中国太空计划的官方座右铭啦 不过要是有人有他们的email 我们应该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下 因为日前又有另外一架 中国火箭不受控制的回到地球 那么以下就是这个 不受控制的回到地球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上个月发射的中国长征5号 B-12运载火箭残骸 以每秒约1609公尺的速度坠落 回到地球坠入了印度洋 上周日中国官方媒体引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报道 火箭的残骸在重返地球大气层后 绝大部分都已稍时销毁 不过根据卫报的报道 约旦 阿曼 沙奥迪 阿拉伯 都拍下了火箭不受控残骸的画面 使用美军数据的监测网Spacetrack 证实了这些影像 表示火箭在坠入印度洋 马尔蒂夫以西海域前 曾在沙国上空被拍到 美国国防部长劳和奥斯丁 在NASA网站上的声明中表示 经过几天的推测 这些碎片可能会极弱地面 危机生命 中国显然对此为了达到负责任的标准 而对于载入大气层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斥说 让火箭末端载入大气层燃烧 是全世界的普通做法 根据卫报的报道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Jonathan McDowell 对于强调缺乏控制的结果说 这些碎片可能最北边会在纽约 或最南边的智力南部坠落 坠落在这个任务中 也不是唯一的一件事 McDowell周一在推特发文表示 长征五号B火箭发射到太空的模组 已经进入离国际太空站 300公里内的范围 McDowell说这样的距离 近到有一点让人觉得蓄意 而任何想知道下一个中国工程 何时会砸在他们头上的人 可以看space.com的这则报道 中国的神舟12号任务 将使用长征2F火箭 于2021年6月份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把三名太空人送到天空号太空站